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我們帶來一次 不一樣的沃瑪爾啊 我之前玩沃瑪爾的時候 可能啊 會帶個這個打野斧 但我們今天沃瑪爾 可厲害 我們直接拿 王者之劍出來敲爆對方 那如果呢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鈕幫我訂閱一下 也希望這部影片 我們可以突破300個喜歡 以下的IG也記得去追蹤起來 離10萬訂閱 因為我們差不到2萬了好不好 這邊先刷一個圖倫慶祝Happy一下 有沒有看到 瞬間秒掉 這時候夸克過來 我身上呢 還有那個 魔紋自然之怒可以燒啊 你們是覺得我現在命不久已 違在旦夕 我跟你講 我就是製造奇蹟的男男 這邊再一個治癒 欸 對方的沃莫拉 坑的牙癢癢的 完全殺不到 有沒有看到 那我這場呢 原本是要帶進化護腕 因為對方有夸克 但是我預設的是 海神文章啊 那想說算了 一步錯不步錯 要錯就給他錯到底 出這個海神呢 有減傷也不錯啦 好 我們差不多也要去關心一下上路了 這邊呢 我摳了一個集合 看到我們拉維爾被圍毆 我突然間啊 衝出來 一個一箭先敲一下 二箭捶爆這個景 這時候大招迅速轉起來 喔 你們看到我們這拉維爾 我直接啊 把他從這個死神的手上 搶回來啊 你知道嗎 那個屍鬼封鏡有沒有 你都要被抓進去了 我直接把他斬斷啊 把拉維爾的靈魂救回來啊 不然啊 差點我們這拉維爾 就要去護停13隊了 那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呢 在沃瑪爾身上啊 做一些創新不一樣啊 比如說讓他真的變雷神 帶個雷電子 然後讓他去打野 其實也很猛 然後出過暴擊裝什麼的 他想說呢 王者之間的這一把好像還沒搞過 可以來試看看 我這邊看到 不過寡哥還沒上市啊 我心裡非常得意啊 同樣身為輔助 我都快五等了 他還沒四等 這就是啊 現代社會人啊 很喜歡追求的優越感 沒事啊 就喜歡在那邊比來比去 那麼比薪水 誰比較低 那麼比誰比較長 我說吃飯的時候拿的筷子 誰比較長 那麼就比誰比較會射 你們的大招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波小會戰 很精彩喔 如果蹲在草裡 我盡量跟在他旁邊 我知道這個草叢有人 我看到井在上 想說這邊這個莫拉先敲到 我的傷害很高 大招轉起來 以免夸克開打 這時候蘿兒跟上 夸克一個大招加閃現 結果蘿兒直接閃到他後面去 那這邊其實我們是可以打的 因為我身上很有治癒 蘿兒直接滑起來沒問題 這時候收掉了一個夸克 但最沒想到的是 他們是靈窗寶珠專賣店 一個開靈窗 另一個在開靈窗 最後就死掉了 很可惜啊 不然的話剛剛這一波會戰 我覺得蠻精彩 蘿兒發的很好 那我們的配合也不錯 你看我們幾乎是二打三 把對方打殘 如果他們沒有凝霜寶珠 早就死了 下次你們看到我玩臥馬爾 不用管我是誰 只要記得我拿著大棒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呂布 他如果現在是在非洲的大草原 絕對是被獅子包圍的羚羊 你們看到我們大家全部圍過來 連呂布這個櫻漢兄弟 都還能被我們塔殺在塔下 那下塔應該是推不掉 所以我們就也不用繼續待著 但是剛好看到一波兵線來 我們就好 戰戰兢兢蘿里薄兵 偷略有兵 偷完之後就先離開了 這時候我不知道哪根金不對 我有一個直覺 我一定要去上路 我一定要北漂一波 我馬上這個95加滿直奔上路 我看到上路這個奎克 血量感覺很殘 他剛穿過了我們家的防禦塔 那很可惜我賺不到這個助攻 不過既來之 折推之 上塔應該是可以推得掉 因為我們拉維爾也走過來 那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想要強拆一座塔的時候 記得看一下時間 五分鐘之前 中塔跟凱撒路 你是很難推的 你不要想說要推掉 但是魔龍路的外塔 他是沒有額外的防禦的 所以是比較好推 那這個景呢 已經要領這個 界王神界的助助卷了 但這個時候我才發現 這個防禦塔 居然是一個臉部偵測儀 長得帥的 他不會打 我們拉維爾扛好扛滿 直接扛到死 我不是說拉維爾不帥 我是說我比他更帥 然後我本來想說 要跟刀鋒一起偷野 結果發現對方 人太多 人多勢中 我們先拉掉一下 那這時候 夸克應該在著草裡面 我稍微的往後拉 因為我知道莫拉要刷 那這時候我們再回來 給隊伍一點飾演 結果這個時候 對方的夸克 好像在驚人家走咧 直接這樣明目張膽的 就走進來 我還不捶捶你 這時候夸克空溝 那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行動不受阻礙 直接一劍再加二劍 定到圖倫 然後大招跟治癒一起開 因為我怕等一下夸克吸到我 那你看夸克準備開吸的時候 就死去拉 這邊還有一個握拉 直接一劍加二劍捶爆 兄弟 看樣子你媽媽沒教你 你在路上看到有一個拿著這麼大的啞鈴 就不要去招惹他 那這邊我要來救一下我們的刀� 因為我怕那個呂布直接追出來 那這時候又發現一個井在上路 我想說應該可以斷個兵線吧 那拉維爾在那邊沒事做 吃完靈魂鳥應該會過來 但是我還是要小心 不然會被這個井泡個到死 那我在看拉維爾過來 想說看能不能打一下 結果拉維爾剛直接給我卡在那邊 算了 那我這邊先進草 做一下掩護 私人 economy 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大神逛超市的模式 在這裏左晃晃右晃晃 甘莉莉丸神奇寶貝 在草叢裏要遇皮卡丘一樣 好我看到這夸克空溝了 那我就知道行啦 這下特等啊 這邊一技能往前 還有一個夸克還想開大招 立馬就後悔 一個紅槌暈眩 搭配隊友全部收光光 小象硬邦邦 厲害的輔助就是要協助我們刀鋒刷起來 這叫做 還是那種四人健保房 我這邊看到刀鋒遇難 二話不說義不容辭趕快過來幫他 結果他先隔屁了 這時候龍馬靠過來 那我發現了 嗯完蛋了 不能打了 治癒先給他 剩下的就便宜賣了吧 好賣的隊友輔助不賣嗎 好包的小腸大腸不包嗎 好我現在王者大家看一下這一槌 直接槌爆對方的莫拉有沒有看到 他那個血量大概還有四分之一 一槌真的是定音 我順便教大家一個心機打法 當你在跟射手搭配的時候 最好是讓射手先去孤軍奮戰一下 之後你再突然衝突 好我這邊先敲後排 後面還有一個井再敲一下 不過這時候對方離我有點遠 我這個大招吸不到血 我知道我已經將狼才進了 趕快先拉掉 剩下的事給隊友去處理就好 我這邊看到垮克一個大開起來了 這時候呢 欸CD又好了 我們再給他繞回來 還有一個呂布在這裡壞壞 一技能過來捶起來 搭配隊友全部收乾淨 我突然看到沃瑪爾這件黃色的背心 那我想到我前幾天去吃芒果冰 我呢前幾天跟我女朋友呢 回去我的高中附近 想說先晃一下 回味一下過去 看到很多啊 點點滴滴的回憶 跟前面有的 反正逛完了我們就去吃冰了 我呢 我高中的時候很窮啊 我只能吃得起那個剉冰啊 你知道那個剉冰一碗啊 60塊 雖然60塊感覺好像有點貴 但他真的超大碗 兩個人吃錯錯有餘啊 然後呢芒果冰多少錢 芒果牛奶冰150塊 每次啊那個芒果冰 不管哪一間店的冰店 芒果冰絕對是在最左邊那一頁啊 而且mark特別大 圖片特別漂亮 價格特別貴 我打從娘胎出生到現在 我已經27年26年 完全沒有吃過什麼叫做芒果牛奶 我呢 那天就跟我女朋友 心血來潮你知道嗎 想說啊 我們以前是窮小子 吃不起 我現在啊 是有錢人的啊 我現在直接從啊 60塊的鮑冰 吃到150塊的芒果冰 兩個人一起吃 我還加了10塊錢的QQ啊 這就是啊 我們超級有錢人在過著生活啊 絕對啊 不是你們這些吃什麼綿綿冰啊 剉冰的人可以體會的 最後呢 我跟我女朋友啊 對於這個芒果冰的評價是 給他一個啊 低級的評分 我突然覺得啊 他只是在吃這個芒果加冰塊而已 真的是這樣 那我想說 那我就回家買個芒果切一切 然後那個冰箱裡面有沒有 冷凍庫那個冰塊 那削一削給他削下來 變成細細碎碎 然後再淋個煉乳 欸 芒果牛奶冰出現 我吃完的時候啊 我頓時好懷念那個 紅豆加偶尼再加珍珠 再加仙草的那種 剉冰你知道嗎 我突然覺得那個才叫做人間美味啊 我再次跟你們這些啊 只會伸手跟爸媽拿錢的小朋友講 千萬不要浪費爸媽的錢去點一些看起來很貴 然後又沒有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呢 我也不是一個什麼美食評論家 我只能評論我那時候點的一個 芒果牛奶冰 他這就是上面芒果 然後煉乳芒果醬 下面都是剉冰 但是好像有那種就是有芒果口味的冰淇淋 然後又是芒果口味的雪花冰再加芒果 那個說不定就很不錯了 那我就等到明年夏天再變成爆發戶的時候 再來吃一次 我跟你們講 當你們以為你們在吃芒果冰的時候 其實啊 是芒果冰在被你們吃啊 當你們以為是你們在跟老闆買芒果冰的時候 其實是老闆在賣你們芒果冰啊 當你以為你現在在看我的影片是看手機的時候 其實是你媽在後面看你啊 當你看到對方死了三個人的時候 那就趕快去吃凱撒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馬上摳凱撒 集合集合都給我過來集合 這時候我看到奎克在小地圖上漏頭啦 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有很大的機率會出現 所以呢我這邊呢趕快的 欸欸看到他的人頭啦 我呢想說我來去草叢給他勘查一下 誰來擠查寄一下這個草叢 欸居然沒人 好OK那這個凱撒呢 我們順利的拿掉 這時候呢 一驚二鼓 夢拉 驚四口 再來給他拿個藍爆 一箭雙雕啊 來注意一下這一波會戰 非常非常的血腥暴力啊 這邊看到圖倫先送他一槌之後 再給他一槌 這時候搭配羅爾 我再一個紅槌定住 奎克開西馬上開啟大招 有沒有看到他沒有暈眩啊 結果大招沒批用 這時候呂布把一技能的三段全部繳在我身上 那就表示說他現在是暫時進不了場 有沒有看到 莫拉瞬間進來 馬上啊 就像芒果冰放在太陽底下一樣 直接 被老闆罵 好了 那今天的這部影片 差不多也進入一個垃圾時間 如果你看到這部影片 發現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麻煩訂閱鈕 給他訂一下 不用客氣 喜歡劍狠狠的給他揍下去 如果你吃過什麼 叫好吃的芒果冰 這輩子如果不吃一次 我下輩子還會再吃到的話 就不用跟我講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想說什麼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